現在買車的這個 我覺得買車現在有很多的管道 那不管是買新車或者是買中古車 都有很多種方式可以買到您要的車 那今天有一個這個車主 那他因為買中古車遇到一些 我們不能講說是誰對誰錯 但是感覺是一點爭議 所以我們等一下請他來跟大家分享喔 大家如果說去買中古車的時候啊 會選擇什麼方式 有些人應該是在網路上找這個類似8891 或者是找這個 反正就是他們有聯盟的一個網站 那你可以在上面看到你要的車款 就中古車或者是直接到 就除了網路以外 你可以直接到這個店面去找到你要的車 然後可能還可以試開 這些都是現在大部分的人喔 買中古車的一個主要的這個管道 那那今天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還有另外一種管道 其實叫做代標 大家知道代標的意思嗎 代標其實就是我們在類似法拍屋啊 或者是銀拍屋這一種有沒有 有這種公司的存在 然後去幫你拍你要的那一台 你要的那一間房子 但是那個房子你其實你是不能進去裡面 你只知道它是幾平幾年 然後位於什麼樣子的路段 所以你如果說在網路上有 有現在有看591 或者是這種買賣房子的這種網站 你看到有一些代拍公司 他會秀出那一個房子的外觀的 某個窗戶而已喔 如果有經驗的人應該知道我在講什麼 他只會拍到那個外觀 然後跟你講說 比如說五樓 他就指一個箭頭到五樓去 然後跟你講這權狀 然後年幾年蓋的 然後是RC或者是專照 這個就是每一個他都會寫得很清楚 那這個就是他去幫你拍了以後呢 就是房子看有沒有點交 如果有點交的話 這個房子就 法院會把這個房子弄到你身 弄到你這邊來 幫你處理後面 如果沒有點交那就問題就大 因為裡面有可能會住人 住人你要把這些人趕走 就很麻煩喔 所以才會出現說外面有這種代表代拍公司 那這些公司他跟你收了錢 他會給你很專業的建議跟評估 建議你要怎麼入手這一個房子 所以我剛講的這個是法拍屋的代表代拍 代表代拍 但是問題是現在很多的這種模式 網路資訊越來越發達 所以現在連中股車也可以這麼做了 中股車也有所謂的代表代拍 那台灣目前比較大的就是 和泰他們旗下的這個拍賣中心 另外一個就是育龍旗下的行鑑 就這兩個比較主要的 可能還有其他的 但是我並不知道 也許很多當庫也有在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假如你現在要買中股車 其實不一定是要跟中股車商買 你也可以找這種代表代拍公司 幫你把這個車子 你要的車子把它買進來 請他去幫你標 那這個流程是怎麼樣 我們先請我們今天 這個有一個車友 也是我們社團的車友 大家如果要討論車子 或者是聊一些跟車子有關 可以加入我們社團 下面有說明 那我們今天這個車友是Weber 我們請他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個當時他買車的這個過程 Hello Weber 你這一次是怎麼 什麼情況下想要換車 是因為自己本身做生意 那前一台車因為問題已經很多了 那很多的話修絕的不划算 少說再找一台能夠看用的車子 所以你想要找一台能夠用的中股車 然後拿來做生意再過用 是的 那你那時候是怎麼樣子接觸到這一個廠商 會接觸到這間廠商 其實就是從網路上找的 網路上 對網路上 所以也是在什麼類似8891 或者這種很多中股車的車商 是的 網站上面找到 那你當時是怎麼 你是要找那台車是在網路上看到這個資訊 是 那你就點進去 所以你一開始知道他是代表公司嗎 完全不知道 你完全不知道他是代表公司 他們完全沒有秀出他的資訊 是代表公司這方面的資訊 真的 所以你看到的是 就是那一台車的價格 還有他的車況 是沒錯 就寫在上面完完整整 就有點類似偽裝成 就是一般的 中股車 對中股車商在做伴奏 所以當你跟他約時間 去到現場的時候是什麼情況 他就是一般的那種 我們看的類似辦公室這樣 每個人一張桌子 然後前面一台電腦 對完全看不到車子 所以有一點像是辦公室 不是像車 一點都不像車行 車行我們想像中的車行是 外面擺了很多台車 那你再從這些車子裡面 去挑選你喜歡的車 結果你到現場去 是完全沒看到半台車 就幾個人拿著辦公室 那你那時候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當然覺得奇怪 對那 他的讓我的感覺就是 因為我一開始已經鎖定 某一台車了 那鎖定某一台車 我一開始去我也是有問他說 你們這個價格好像比市面上低了許多 那你確定真的是賣這個價錢嗎 他當然電話也沒有跟我講清楚 他說對他們就是賣這個價錢 我說那如果要看車 他說那也有車 車子也在啊 你來現場看嘛 所以你就是接受了他的這個邀約 然後去到現場 你發現完全沒車就幾個辦公桌 對對對 那後來他怎麼跟你解釋 他就說他們這個車子 會賣這種價格 就是因為可能銀行欠錢 他車主繳不出來 對所以他們拿這個車子可能成本比較低 對 這樣跟你講 你到那時候還不知道他是代表公司嗎 我那個時候還不知道 然後他他講的話數讓我 就慢慢導向我 讓我認為說 我可以以這個非常優惠的 就是以他設定這個價格去買到這台車這樣 那我大概解釋一下 因為這個業務員有時候為了達成業績 或者達成銷售 他會做一些避重就輕的一個說法 那他說的結果 讓這個Weber 他以為他可以用這麼低的價錢 就買到這台車 所以你那時候一直以為 你可以用這個價位 買到這一台 你理想中的車款 是 結果最後是怎麼樣 最後是他就說 那這樣子的話 因為他們這個車子 他們要去幫我做處理 變成說我要先付3萬塊的押金 所以那時候知道是代表了嗎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說 他們這樣講 我好像應該是代表上 所以你那時候就想說 那如果可以買到便宜的車 那也無所謂 所以你錢就付了 對我就付了3萬塊的押金 那時候有簽合約嗎 有 那你把你的條件跟內容 全部都寫在上面 對沒錯 那寫完了以後 過了幾天以後 他打電話跟你說 他找到一台車了 對 他說他找到一台車了 結果呢 結果他跟我敘述的車況 不是我想要的那個條件 跟你當時跟他簽約的條件是完全不符 對對對 那這時候你可以要求退啊 對 但是他不願意退 對對對 因為我說你 我當初要求里程數 你已經飄到這台已經告訴我 當初需要的里程數了 嗯 那更何況 你這個里程數跟車你 你都比我目前現在開來的這台車還要久還要多 比你原本的車還要久 對還要久 那我幹嘛換 對對對 那我就不要換啊 我就原來車休休就好了 對對對 何必再花錢再買一台車 有道理啊 對啊 所以他最後怎麼怎麼處理 他就說沒有辦法 我這個已經幫你 對已經飄下去了 你要的話你就車子拿走 不然就是3萬塊 他們那個 就是那個 就注目收掉 而且還跟你要佣金 對 而且還跟我要佣金 我就說你車子根本沒有跟我做成交的 為什麼要 還有辦法跟我拿佣金 好 所以最後這個case你就 就想說鼻子摸一摸就算了 自己自認倒楣 對對對 因為對方你也不知道他是什麼背景 不要為了3萬塊結果被打 對啊對啊沒錯啊 那剛剛聽到Weber 他有了第一次的經驗以後 這時候他還是需要車 他放棄了第一台車了嘛 剛剛講的那個 車控跟他原本預期的差異很大 所以他放棄了 放棄了以後呢 他還是需要車 那怎麼辦 他又花了時間在網路上 一樣是那個網站 是別的網站 是別的網站 不是同一個網站 不是同一個網站 已經有點嚇到了 第一次就被嚇到了 那你又找到一家有類似車款的車商 那一樣就是上面漂漂亮亮的照片 你又打電話去問了 結果呢 對 結果他也是跟第一家相同的說法 一模一樣去也是一個 幾乎都是這樣 然後後來我到現場 怎麼似曾相似 怎麼感覺好像跟前一個車商是類似的 應該說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做法 對對對 然後說法也很像 對 那你那時候就想說 可能你這個預算沒辦法買到你要的那個等級了 所以你有拉高預算或者是降低條件嗎 我就是想說將我條件降低一點好了 所以你後來第二次條件就降低了一些 但是你還是有寫在上面 就是你要的條件 最後有飆到你要的車子嗎 是有飆到一台我要的車子 就是在外觀條件上面是要的 可是後來這個車子開回去結果呢 開回去結果的話就是 出了一些問題 就車子毛病很多 對 一些大大小小的問題 那就是後來也沒辦法 你就是只能鼻子摸一摸這一台又繼續開 現在還在開那一台 是沒錯 那根據剛剛Weber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真情告白的這個故事 我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這個代表代拍的這個 這一堂水其實蠻深的 而且很多人不了解 很容易被騙 我相信Weber他不是第一個 他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因為這個沒有人知道他怎麼操作 那首先我跟大家說 你一旦在網路上看到低於行情價太多的 其實你就要有意識 就像我們 我最近三個在看房子 我就看有一些房子明明 那裡一坪的價格是25萬 可是就是有那個價格只有18萬的 那你看到這個價格 你大概就知道 它應該不是一般正常的管道取得的 你如果是屋主你會便宜賣嗎 你不會便宜賣 那為什麼你可以拿到便宜的價格 一定是條件有問題嗎 比如說你被拍賣了 或者你繳不出來了 一定都是這種 那這個汽車市場也是一樣 所以一旦你看到這個價格 低於行情太多的 第一個你要想像 想到這個可能是代表公司在幫你做 後面的這個操作 那你其實代表公司也不一定是不好的 只要他用正常的狀況幫你拍 像我之前介紹的那個Bruce 他也有做代表 那他的剛我打電話跟他討論 到底整個代表的流程是怎樣 第一個你到現場去你要付一筆 你就跟你講 你要跟他講說你要的這個條件 比如說我要一台Focus 幾年到幾年的 什麼顏色 然後要什麼樣子的配備 要什麼里程 這個你一開始在合約上面可以寫得很清楚 那接下來他就根據你要的條件去幫你找車 那因為我那個和泰的部分我不瞭解 但是行將的部分 就玉龍這邊 他每一次都會有拍一個禮拜拍兩次 一次都有一千多台車 他會把這一千多台車 全部先列在上面 也就是說這些代表公司 他早就知道他今天要拍什麼車 所以如果是正常 正常我注意講是正常的拍賣公司 不嫌麻煩 他應該先把這些車況 車子的查檢表 什麼是查檢表 就是這一台車送到拍賣中心 會有專業的技師 先針對這每一個 就有點像萊茵驗證 萊茵驗證 去把你車子整個去做一個查驗 查驗清楚了以後 上面有個checklist 這個checklist 就可以看得出這一台 車子目前的車況是怎麼樣 那假如車況很好 那就會很多這個車商 或者是有人要買中古車 他價格就一直往上跳 一直往上跳 就往上飄 那最後價格就市場決定 那到時候取車的時候 你就是把這個尾款直接貴到 比如說這三萬塊的押金 扣掉 這台車如果三十萬飄到 你就三萬塊押金 扣掉 所以剩二十七萬 你是直接匯到行將的戶頭 不是匯到這個中古車商 注意是匯到行將的戶頭 不是匯到中古車商 你匯到行將戶頭 他車子你就可以到全省去取 比如說到林口 如果是飄到林口的車 你就可以去林口取 如果是飄到中南部的車 你可能要叫脫掉車 或你到現場去取 這就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Bruce會跟消費者講說 就是標你附近的車 那你就到現場去拿就可以了 那拿了以後 假設你發現這個變速箱有問題 或者是冷氣有問題 跟查驗表上面 一開始就寫得很清楚說 這個變速箱有問題 那你沒有爭議了 因為這個代表本來就是這樣 代表公司他也不知道 他不是中古車商 他是代表公司 中古車商他要保證你這個車子 剛開始給你看的這個車況 然後跟你進行保護 那是中古車商的這個工作 但是代表公司他沒有做這件事情 所有的一切是來自於這個 這個行將公司 飆車公司 不是代表公司 拍賣東西跟代表公司不一樣 這兩個公司 那接下來怎麼樣 如果說有跟查驗表上面不符的 你是可以客訴的 那像剛剛這個Weber 遇到這個問題 我覺得就是大家對這流程不了解 你沒有先拿到查驗表 他剛剛兩次的這個經驗 都沒有拿查驗表來看 他要的這個車礦 那車礦本來如果你買到便宜車礦不好 也許再花一點錢去整理也可以 我們能接受 但是假如你買進來花的錢 加上去跟你去買一台中古車商 幫你整理好的車子差不多 你就直接跟中古車商買唄 這樣不是很浪費時間嗎 所以如果說大家對於這個 代表代拍的這件事情有興趣的話 歡迎加入社團 我們裡面這個plus 會為大家來做解釋 因為這個比較攏長一點 只是說今天剛好有這個Weber 他來跟我們分享 他這段時間的這個故事 那我希望說 如果後續有人要買中古車 在網路上看到 價格地域行情很多的 你一定要注意 而且要問清楚 合約上面怎麼寫 然後查檢表一定要拿到 沒拿到查驗表 你根本不知道那台車 是怎麼樣的折況 你怎麼知道這樣的價格 合不合理呢 那我們今天剛好很開心 這個Weber 在這邊跟我們分享 他的這個故事 那期望下次 不要有人再受騙或受害 就算是沒受騙沒受害 也不要讓人 也不要說讓大家 資訊不公開也不了解 然後最後造成這個誤解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拜拜 哇靠 你都看完了還不趕快訂閱 趕快訂閱吧 這是我執行90天重啟人生計劃的結果 如果有興趣的人 歡迎參考聯絡資訊喔